依然來到派出所外打開門後看似要報案 但下一秒 從口袋拿出雞蛋 二話不說就朝值班台慌狂亂砸 援警見狀立刻衝出來 將嫌犯當場制服殆盡派出所內 而起因全身一位不久前發生的違規案 事發就在台北市萬華區 時間到回三個小時前 援警在青年派出所外 發現雙载机車 没戴安全帽上前攔查 更查出歧视无照 当场开单并扣车 没想到两人有错在先 竟还做出脱续行为 当时这两人合蒙将援警支开 拿出预长的雞蛋攻击派出所 甚至对接还有一名友人 录影拍下全部过程行径相当嚣张 当时主席因不满招开单后 被警方扣车还通知家属领回 因此和后座友人想出一个吊虎离山之计 一人先假意向援警询问 后续处理事业 另一人则趁机弹袭派出所 雙方是因为在23时 前一天23时的时候 因为无照被扣车 那后来双方是有合议 然后有共谋的部分 来做这个丢职鸡蛋的动作 无照上路又未戴安全帽 已经招开罚至少一万两千五百元 但两人人学不乖 大胆弹杂派出所 最后双双场招罚办 得付出更多代价 继续回开张星辰查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